龍崎舉辦空山祭登節活動 卻遇到大停電 前名遊客一度就受困在活動場內 被黑暗籠罩的嚇得驚聲尖叫 台南龍崎在今天晚上7點半左右 是無預警的停電 龍崎空山祭登節現場 瞬間是一片漆黑引發緊張 幸好進場時主辦單位 有發給遊客小提燈 勉強能夠維持光線 工作人員在靠手電筒 協助前名的遊客下山 約在一個多小時之後赴電 台電就表示了停電的範圍 包含關廟佐鎮龍崎跟高雄內門一帶 原因主要是歸人二次變電所發生事故 導致潰陷跳脫 統計大概有2000多戶受到影響